嘿! 大家好,我們學友,我是阿森,Clicky,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這麼玩一點minecraft,然後我們要玩的是一個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玩的 應該說我應該沒有玩過這類型的,還是我有 我應該有這類型的作品,應該算是半rpg半解釋式的作品 然後pretty scary,希望等一下不會有下影的遊戲 不過我查過的應該是還好,但是它是一個蠻大世界觀的作品 這個作品的名字叫做《空中花園神殿之眾神的考驗》 很長 總言之說寫應該就叫做《空中花園》 它的故事背景是在空中,然後是一個花園 然後上面也有很多神 很多我的親戚啦,對 然後做這個作品的人只有一個人叫做素菲 如果我沒有唸錯的話,因為這是不是唸素? 如果唸錯的話,是麻煩,我也對下一集改進 OK,這個作品是素菲他一個人做出來的作品 他好像做了蠻久,很長很長很長的一陣子 然後...似乎評價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始這一系列的作品 《空中花園神殿之眾神的考驗》 開始吧 嗯...這裡是...這裡是剛開始我的家對不對 他有說他的指定材質包是不是 但是我喜歡Summerfield 奇怪的石像 然後這是石中...這邊有箱子 看一下箱子沒有什麼東西 試技衣 然後...第一階段說明 公平 看起來很好吃,可不要偷吃啊 綠寶石 梯子 我們看一下上面寫了些什麼 第一階段說明 遊戲簡介 請找出通往神殿的方法 遊戲已設定死亡不會失去物品 且不會自然生拐 請放心遊覽 基本遊戲規則 請將難度調為普通... 難度是...普通...太好了 與村民交易的物品名稱一定要... 一定要一定要一致強調有沒有 一定一定 要注意且注意不要... 將破關道具不小心賣掉了 嗯...按鈕和拉桿只能放置在有告示牌提示的黃金磚或者是青金石磚上 按鈕跟拉桿只能放在有告示牌提示的...有告示牌提示的...黃金磚跟青金石磚上 按鈕可以重複出發 拉桿只能啟動運氣除非有提示 本階段可以破壞的物品 凋零苦...喔...我們要打丟零怪嗎? 剛一時就要打丟零怪 請不要爬到不景用的樹上 好...我們看一下這應該是劇情對不對 日記 我是一個...我是一個熱血的考古學家 呵呵...要有熱血的語氣 不久前搬來這個...近... 哇喔...好深奧的字喔 不久前搬來這個安靜的小島上 呵呵... 傳說中這裡有一個通往... 神秘空中神殿的線索 找到那神秘的神殿是我的夢想 It's my dream 不過我本來以為來到這裡 就能夠很快地發現神殿的遺跡 但剛剛來到這裡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直到最近山上莫名其妙出現了一座神社 上次去的時候就有一尊石像 以我的專業眼光 沒有什麼特別的 呵呵... 但是昨天去... 昨天的時候山上有一個 發出了神秘的奇怪的神賞 到閣樓上面去拿考古器具 然後到山上一探究竟吧 箱子裡面有梯子 順便把公品... 共品也帶上去 我很喜歡念公品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們... 共品是這個對不對 那我們去閣樓... 閣樓是往上面走 是這樣子嗎? 果然沒錯 噔噔 我們到閣樓了 好多奇怪的石像 在我眼裡 以我專業的眼光判斷 這個是南瓜 美... 喔... 考古... 考古器具上 初級... 初級... 考古... 用...搞... 世仇之處 能將古物 完好如初地搞掉 呵... 搞...掉... 呵... 好神秘的用詞喔 好... 那我們就往下面走 下面... 主角應該不會常用現在自己家吧 沒有那麼奇怪 他說下面是哪裡啊 我看不到下面 因為我怕Lag 所以... 就把它調成很近很近 喔... 下面是... 下面是... 永無止境的... 神人 好... 太好了 我們現在就在空島上了 你還幹嘛去找一些什麼神族 藍色的羊 這已經很稀奇啦 我可以把你帶回家 來 過來 來 嘿... 不要走不要走 呵... 我怎麼聽到啵啵啵啵的聲音 這個是... 這個是我的... 食物的來源 是不是 哇... 別人住在這種... 親近的小島上 感覺還不錯 我們現在要到哪裡去啊 我們要到山上是不是 就往這裡走嗎 這邊是什麼 這是門嗎 有個按鈕耶 一本書飛得出來 神殿之詩 史幣上面好像寫了些什麼 融入紅白色為第一次奇蹟 開型了會混沌青藍的鑰匙 翠綠開往通往捷徑的大門 在金黃的星塵中 墜落而去 翻譯後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你有翻跟沒翻一樣 誰看得懂 呵呵呵呵 我們往上面走 帶著我們的初級 之後會有中級跟高級嗎 初級考古用... 稿子 這裡是... BOB 你在這裡幹嘛 嗯... 這邊有個箱子 細祭二 我們看一下 神秘人 呵呵呵 大家可以看到BOB在這邊 我們要角度瞧一下 這樣子 欸不對 是這樣子 再瞧一下 這樣子 神秘人 年輕人啊 我已經觀察你很久了 想不想去空中遺跡啊 蛤? 實相怎麼會說話 哈哈哈哈 你不用害怕 我是來幫助你 不過 好傷啊 那是貢品吧 我好久沒有接受貢品了 將貢品遞給這個人 我心想 神仙也這麼現實啊 神秘的老人 好好 真不錯 來 這個是誰 就這樣子幫我吧 就這樣子給我 什麼 這麼重要的鑰匙 這樣子對嗎 惡魔之墊的鑰匙 我接過鑰匙 或者看著它 BOB 你為什麼要給我做東西 神秘人 這附近有一座 惡魔之墊 力量越來越強大 裡面有一個力量的來源 就是凋零庫路頭 如果你能夠將它取下 並交給我進化 我就給你通往神殿的鑰匙 聽起來不錯啊 附近有那種東西 我都不知道 不管了 你說你真的會給我神殿的鑰匙嗎 是真的嗎 當然 不過一切還是要看你 要戰勝恐懼 戰勝死亡 什麼 戰勝死亡 想了解一切必須通過重重的考驗啊 啊 對了 我叫做 哇 賀菲 賀菲斯特斯 賀菲斯特斯 好難念喔 賀菲斯特斯 神秘的人又變回了 實相了 雖然還搞不懂 還是姑且相信他吧 先找到生 先找到惡魔之墊再說 所以我們要去找惡魔之墊 什麼聲 賀菲斯特斯 我記住你了 賀菲斯特斯棒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神殿 我們先往下走 我剛剛拿到了一本 嗯 神奇的書 綠色的羊 這座島真的是超級神秘的耶 綠色的羊 喔喔喔喔 不 不 不 吼 呃 呃 恩 恩 呃...你什麼都沒看到 把你的銅牌進去 他就想說我沒有看到我沒有看到 不要... 呃...好...哇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神秘的遺跡 繼續往裡面走 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本書一定有什麼 融入紅白...四...等一下喔 好像...座子好像有用顏色標起來對不對 我們來比對一下 惡魔之墊是紫色 紫色...神聖之墊是綠色 綠色...綠色跟紫色 綠色...沒有紫色喔 呃...融入紅白四為... 紅白四?紅白四是上面那個嗎? 上面那個是紅白四嗎? 融入紅白四...喔!他在吃草 咦? 我忘記上面那個是什麼顏色了 融入紅白四是最初的開始 果然沒錯!這是紅白四廟 所以...呃...我們已經融入了紅白四了對不對 我在空中是不是 真的欸...我可以在空中看書 所以...融入紅白四為第一次的奇蹟 開始描繪混沌青藍的鑰匙 開始描繪混沌青藍的鑰匙 所以...混沌青藍的鑰匙是是什麼 我有拿到...喔!我們要把公平給他 哇!天色怎麼突然變暗了 我們...忘記把公平給他就跑走了 所以他不給我們鑰匙 我們把公平給他啦 嘿!嘿!嘿! 所以要...公平給你!給我鑰匙 好!我有鑰匙了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跳下去 喔!有點高! 噢! 所以我們有了鑰匙 然後...繼續往裡面走 喔!這邊有! 青藍色! 開始描繪混沌青藍的鑰匙 所以要把這個放在這裡嘛 嘿! 好像有什麼動靜 欸!那是什麼聲音? 那是小邊的聲音嗎? 天色片好暗喔 門開了! 我們開始炸書 呃...翠綠開啟通往捷徑的大門 在...金黃的...星塵中...墜落而去 翠綠!找到翠綠了! 翠...其實是翠綠對不對 噢!好多小邊喔! 你們在幹嘛? 啊!小邊! 小邊著火了! 你還好嗎? 唉唷!看起來不好已經消失了 他們...噢!就是你! 把你挖下來 嘿! 登登! 凋零骷髏頭 是不是要把這個拿給那個神秘的老爺爺 你們還好吧? 小邊好像有點痛苦 這就是...飛鵝鋪火嗎? 飛鞭鋪...熔煙 呵呵呵 欸!他真的很想...去我家欸 好了!老爺爺!我幫你...我幫你找來了 你是要這個對不對? 凋零骷髏頭 然後他給我的這個應該是神聖之殿的鑰匙 什麼聲音? 哼! 所以他給我的這個叫做神殿的鑰匙 然後...嗯...翠綠開始通往捷徑的大門 捷徑的大門就是指...就是指天使之門了是嗎? 神殿的之門 喔!所以我們要把...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鑰匙放在... 放在綠色的那個上面對不對? 應該是這裡 果然沒錯!小邊你們還好嗎? 這個地方看起來有點...不是那麼討喜 呵呵呵呵 結果一下小邊 喔!他在提醒我是不是? 喔!好 sweet 呵呵 動!一陣暈眩 嗚!我們到奇怪的地方 這裡是...我們讓地圖讀取一下 我已經到了神殿了是不是? 我們只差最後一個 金黃的星塵中墜落而去 金黃的星塵中 是在講我被敲暈了然後頭上眼冒驚心嗎? 所以我到了是不是? 呦!所以我解決掉第一個...解決掉第一個謎題了是不是? 哇!我聽到這個作品感覺好有劇情喔! 上面是什麼?我可以爬上去嗎? 我們上去看看好了 他是不是說不能爬裝飾用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乖乖不要爬這個東西 那...我應該...這裡應該是神殿了對不對? 好!我們...我們這個神殿怎麼破破的 咦!上面有黃金耶!這是什麼? 黃金柱! 喔!金黃的!就是這個! 在金黃的星塵中墜落而去 所以我們從上面墜落下來了是不是? 我看懂了! OK!今天這一集Episode差不多end到這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點左下角 會喜歡在左上角的訂閱 隨時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跟蹤我們的動態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掰掰